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建斌就是制作跟剧本不给力 加上剧情上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bug 让这部剧一再跌落到谷底 而这部剧也彻底毁了陈建斌 李怡同 还有潘月明这三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说起陈建斌一直是优质剧的保障 说到这么多年陈建斌出演的作品一直都有着很高的分数 就比如说是乔家大院 还有长安十二时辰 以及最近的三叉戟 跟斗半评分高达九分的宫廷剧 甄嬛传等等 这些都是陈建斌拿得出手的优秀作品 而且陈建斌在剧中的演技也是相当的不俗 结果却出演了这部剧从而被观众吐槽 而李怡同跟陈建斌比的话算得上是新人演员 可是却出演了非常多不错的作品 就比如说是射雕英雄传 还有鹤立华亭等等 这些剧不能说是太好 但成绩也中规中矩 而李怡同也凭借着这些剧圈粉无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剧里 潘月明作为当下影视圈里炙手可热的演技派 竟然也出演了这部都市剧 要知道潘月明这几年真的是太优秀了 先是出演了悬疑剧《白夜追凶》 之后又出演了《鬼吹灯》系列的盗墓剧《龙领迷哭》 从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跟喜爱 也让潘月明的知名度以及热度大大提升 包括当下潘月明还有一部剧正在播出当中 这部剧就是谍战剧《局中人》 虽然这部剧当下的观众口碑不太好 可是潘月明在里面饰演的沈林的表现可圈可点 结果到了《爱我就别想太多》这部剧之后 潘月明的人气直线下降 不过从最近的剧情上看 潘月明饰演的莫衡为了帮助女友杨丽雅 假扮情敌赵云波跟岳母大人见面 甚至还大口的吃臭豆腐以及辣椒 还跟真的赵云波护标演技等等 看着潘月明唯妙唯笑的表现 让人觉得这部剧也没有那么的差劲 但是虽然潘月明的表现十分的出色 可是观众依然不接受罗莉大叔的搭档 也无法接受李一同跟陈建斌组CP 这样来看的话 这部剧想要再崛起的话 也是回天乏术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部剧如何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